谢谢牧师 平安 已经有很久的日子 没有向着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能够回到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 这是神的恩典 你可以说Amen吗 当然在先生的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还是要保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浪费大的时间 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的主题经文 我们来看菲律比书 菲律比书的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鼓励大家打开你的圣经 尤其是在先生的弟兄姐妹 打开你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菲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从二十五节一直看 看到二十七节 看到了吗 找到你的圣经了吗 找到可以说Amen吗 来我念 请大家留心的看 并且将重要的词把它圈起来 菲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然而我必须要打发 以巴佛提 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我要求大家把兄弟圈起来 再把一同当兵 把他圈起来 使你们所猜浅的 也是攻击我所需用的 他很想念你们中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神连续他 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 免得我愁伤加油 来我们低头祷告 父母感谢你 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到你花的面前 圣灵我欢迎你 因为你是真理的灵 引导我们 恩账我们 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头 也明白你的心意 今天早上 让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 祝福以下的时间 愿圣灵里 像在仙上在家中听到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相信 在神的同在里头 是没有距离的 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相信大家 在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有看过如此的报道 告诉我们说 由于居家隔离 家暴更多 并且呢 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 离婚率提高 在行动管制令的日子里面 我做了三个 我做了三个 婚姻危机的辅导 当然不是面对面 是在仙上 这是我那么多年 服侍的日子里头 第一次 做仙上的 婚姻危机辅导 三端 三个家庭 三个不同的婚姻 坦白告诉大家 行动管制令结束 现在进入到这个 RMCO 这三个的婚姻 两个恢复 成功 更新 第三个 失败 但是今天早上 我想告诉大家 在交谈的当中 我都把这三对的夫妻 带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听好这个问题 你还爱他吗 我重复再说一次 你还爱他吗 很多时候来到婚姻里头 我们不能够跟另外一半 走下去 我们不能够为对方 多做一些事情 是因为 我不再爱他了 当然今天早上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讲 欢迎 行动管制令的日子 的确给我们 带来冲击和考验 在这一段时间 可能有人 不再来聚会了 不再参与教会的服事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对主的爱的热忱 已经不再了 所以同样的今天早上 我想问大家 包括先上的弟兄姐妹 你还爱一书吗 雅各书是 其中一本书讲爱情 讲得最偷彻的 第八章 这边形容为什么 爱情如死的坚强 什么意思 这边形容爱如同死一样 意思说 每一个人面对死的时候 都必须要低头 守了这爱情的话 再大的困难的 环境领导 都要向 这一堆夫妻 彼此之间的爱 低头 是的 这个疫情的确是考验交恨 但是如果说 我们跟主的关系 好像在雅各书里面 所说到的 夫妻两人 新娘跟新郎 之间的关系 有在爱情 如实的坚强的话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疫情的不方便 都要向我们 与耶稣基督的爱来 低头 你可以说Amen吗 雅各书这一篇也说到 他有说爱情 种水不能够 熄灭大水不能够 淹没 这一篇的爱 不再是形容为死 形容为什么 火 意思说 这个火的热度 这个火的力量 深过洪水 泛滥 你和我都知道 这个疫情 现在仍然 泛滥全球 将会面对困难 我们的企业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说 我们对主的那个热忱 如同雅各书这边 所说的如同死 如同火一般的强烈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如同水一般能够 淹没我们对主的爱的热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行灯管自令的日子临到的话 是让我们的脚步停下来 但是不是 使我们的服事的脚步停下来 我的意思是说 在繁忙的日子里面 辛亂 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有隔绝 但是居家隔离的时间 就是最好与神年节的时候 但是很可惜的 我的教会里面 也有人因此 把服事隔在一边了 后来我本身也有一些的反省 当疫情冲击的时候呢 突然间教会 没有办法崇拜 服事不能够像 往常一般的那么的活跃 我想说 这应当是我 墓会做主任牧师 十二年的一个成绩单吧 当然我出来全时间服务师 有二十二年 成为自己教会的主任牧师 有十二年的时间 我想说好 是时候 我好好地去面对 这个成绩单 解晓的成绩 是如何 在反省的时候 我明白一个道理 就如同疫情一开始 发生的时候 我就引用了 格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跟弟兄姐妹分享 保罗他说什么 他说 我是神的同工 我们是神跟踪的田地 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请留意 保罗说 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他立好的根基 有人在上面建造 弟兄姐妹 服事是动词 四封诗名词 当我们投入在服事日子久的时候 我们是应当是在建造四公 而保罗这边所谓的 他的四公 也就是教会 被形容为房屋 他立好了根基 有人在上面建造 请留意 那句话他说 只是个人要谨慎 如何在上面建造 听好这边是说谨慎 是指一个态度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对服事的那个热忱 它不是情绪的层面 热忱应当是在态度的层面 我的意思是说 当问题冲击我们的时候 它如同水一般 来淹没我们 那么如果说那个热忱 只不知道是在情绪的层面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因这问题而熄灭 但是如果说是谨慎 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要说 个人要谨慎如同在 谨慎如何在上面的建造 后面那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保罗说到有人用草蜜河街 也有人用金银宝石 在上面建造 请留意 后面那两句他说了 只是个人的工程要表露出来 因为到那日子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工程将会显露出来 将会被施焉 到底在这一边保罗所说的到 那个日子 那个日子是指什么日子 那个日子是指末后的日子 这个疫情来到的话 大家都有一个同感 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 尽了 并且这个时候是末后的末后 当那日子来到的时候 其实是要将我们的工程 表现出来 请留意 后面这边有一个好消息 保罗说如果说能够存留下来的话 就必得赏赐 你可以说Aman吗 我期待 我期待这个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为什么 因为在神的永恒计划里头 是没有惊喜的 包括这个疫情 对于我们来讲说 是一个惊喜 我们在没有预备当中 它就临到 但是在神的计划是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疫情有开始的那一天 也有结束的那一天 你可以说Aman吗 听好 当结束的那一天 也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得奖赏的时候 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 只有经过火一般的诗愿 若是我们的诗风 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 它才会存留得住 我的意思是说 行动管制令我在反省 在过往我的服事 到底有没有用谨慎的态度 用金银宝石去建造 当然大家 在听 在看我在讲道的时候 你都知道我在 我的讲道的方式是蛮有热忱的 但是我不需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服务室 那个热忱不能够停留在情绪 我们的态度 态度如何显明出来 是当危机领导的时候 当危机领导的时候 就显明 我们在奸章整个的教会 整个的师父 我们的心智 这段时间的考验 是如同水 也如同是火 好了 来到我的信息的核心 今天我离开这个地方之前的时候 我想把一个的概念给大家 既然大家想到说 刚才我讲说 我们建造师构的时候 必须要是谨慎态度 到底要如何建造 到底要如何建造 我们的师父 听好我讲这个词 它才算是持久的 持久的 一个概念 建立关系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他用房屋来形容 他在哥林多教会的建造 今天的主题的经文 菲律比书的第二章 讲到这个人物是我们很少关注的 以巴佛庭 保罗在这一边的书心 介绍这个人物说什么 他是保罗的兄弟 他是保罗的同工 他也是和保罗一起当兵的 我要讲这三个重点 建立关系的基础 使我们的福士的热忠能够持久 欢言之 不理我们在那个的福士的岗位 有多久 如果说没有建立那个关系的基础 当问题危机来到的时候呢 不堪一解 第一个 兄弟的关系 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 这个时代讲弟兄讲朋友 已经被泛滥了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里面 很容易我们都会用friends bro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头里面 大家非常熟悉的 以佛所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说 我们不是外人 我们不是科略 是与圣徒同国 听好 最后这句话 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家里的人 好吧 我们大声地一起来说 包括在先上的来 一二三说 是神家里的人来 准备 一二三 是神家里的人 教会被形容为 是神的家 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 听好我讲 以下的这一句话 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很可惜 这个不方便成为许多信徒 不来教会 不服侍的方便 我重复再说这一次 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 许多的不方便 但是很可惜 也使很多的信徒 不来教会的方便 因为在这个疫情 我们居家隔离 因为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有许多的SOP 我们没有办法 好像往常有实体的崇拜 实体的小组 没有办法 好像有以前有很多的传细 小组 集体的崇拜 团契 是为了建立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打从我们新主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成为这家里头的 其中一个成员 意思说 就算是没有小组 就算是没有团契 没有集体的崇拜 都不能够否定 我们是神家里头的 神的儿女 你可以说Amen吗 所以不是因为小组 使我们成为家里面的人 乃是我们是家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要去 小组有团契 为什么团契那么重要 我想告诉大家 服饰会累的时候 服饰会有困难的时候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有bro 有我们的兄弟 有我们的姐妹 有我们的同伴 主内要好的 能够谈得来的代道者 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 我们才能够在 关口的时候 一起走过去 我的意思说 是先有关系些呢 还是先有服饰些呢 如果说我们的服饰 不是建立在 保罗这一边 说到他跟 以巴佛提的那一种 自清的 真实的兄弟的关系 他们不可能在 两个地方 在罗马 在腓立比教会 距离在宣教 宣教所面对的考验 仍然的能够 继续地往前走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疫情来到的冲击 是冲击 首先是我们大家 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先冲击我们小组 弟兄姐妹 跟组长 副组长 跟教会领袖的关系 第一个 兄弟 第二个 同工 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 同工 当然我所谓的这边 同工的意思 不是指全实践同工 是指在整个服饰的团队里面的队友 teammate 不理是在教会以内 教会以外的施工 我们都知道不能够单打独斗 所以我们有两个 五个 十个 二十个人 组成一个的同工团队 在行动管制令之前 教会的施工 是一百八千 容量的去运作 full capacity 但是现在 经着这个疫情 我们必须要收缩 很有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或者是更少 意思说 有些的事工 不能够再操作了 那么怎么办 过去这三年的时间 我看了两本书 第一本书 大家非常熟悉的 Simon Sinek所写的 Start with Why 成为什么开始 当然我们一开始 在整个的服饰的团队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关系 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投入在同样的一个服饰的团队 但是我想问大家 我们真的是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工吗 什么时候我们会问 为什么 当华裔的时候 当困难的时候 当危机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服饰当中里面 我们做是因为被吩咐 我们去完成是因为受到指示 但是在居家隔离的时间 你的领袖 你的组长 你的母师 不能够面对面 跟你交通 也没有集体崇拜的 也没有集体崇拜的 瞧望的气氛 所以你在那个事工停顿下来 下一步如何往前走 除非你知道 这个事工 这一间教会的核心价值观 对了 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 我们在怀疑 的当额里面 如何能够持守 如何能够前进 除非我们知道 这个事工的哲学 它的核心价值观 因此在怀疑 在困难当中里面 我参考 这个为什么 我要加入这个事工的 悬油 最终 在压力底下里面 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 这个就是先前我所说的 服饰的热忱 是不能够停留在 情绪的那个层面 必须要回到 态度 而你的态度 和你的核心价值观 是不能够隔离的 第二本书 强力推荐 From Good to Great 从右修到左越 这一本书里面讲到说 在美国有许多伟大的企业 成为卓越的 有一个的因素 听好 是 先人 后四 很多时候我们在服饰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 先四 后人 由于我们做这个事工 这些事情 是我们喜欢的 我所爱的 我有这个热忱 我能够发挥 所以我投入 先四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侍奉的方向策略 是会改变的 当然教会的大意向是不会变 教会的意向是写在实惠上 但是教会的方向策略 是写在沙土上 尤其是这个疫情来到的时候 神是要做心思 如果说教会的牧养方式 教会的私奉的团队 换了方向 换了策略 先前听好 因这那件事情加入的 由于换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就会离开 但是如果说是 现人后思 所谓人是指 对的人 right people 这个人不是指人才 人才是才干 对的人是指 回到先前我所说的 有正确对的价值观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当我们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考验 会让我们继续走下去 除非在这车厢里头的 每一个人都是对的人 大家都认同 这辆车的哲学观念 当面对困难不理事 转左转右的时候呢 这辆车仍然继续的前进 你可以说Amen吗 我的意思说 当行动管制令结束的时候 进入到 RMCO 教会开始启动了 我就跟教会的领袖 弟兄姐妹说 有些人会下车 但是我们要感谢 赞美主他们下车 因为教会 未来的日子里面 还有未来的二十年 如果说在这辆车里头的人 不是对 再往前走 总有一天 这些所谓错的人 听好 错的人不是指他生命有罪 他很有可能都是好人 人才 但是由于家族观是不一致 我说 我最害怕的是 当我们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 由于这些人是错的 后来死到我们翻车 今天早上讲的东西有点重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学习的一个时候 所有的领袖请听好 有些弟兄姐妹 他只不过是停留在 兄弟的关系 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同工 我重复再说这一次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只不过是停留在 兄弟的关系 他不一定是我们的同工 不要因为他们没有赶上来 而定他们的罪 呼召的人多 选丧的人少 每一个人都应当自己 来到主的面前 自己交账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你知道每一次在台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分享一些 正面的一些的见证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好的 来鼓励大家 大家知道我出来全时间 已经有22年 这22年里面有没有在半途中 瞎策的一些的同工呢 有 包括全时间同工 在早期的时候 我是非常活跃在儿童工作 在我身边里面有一个的人才 在做儿童工作的时候 他是最优秀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半途中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一个全身的据点 来建立现在这间的教会的时候 突然间他下车 那时候他的离去 给整个的团队 带来极大的一个打击 我想告诉大家 那时候我非常的年幼 我不晓得如何来回应 在整个的过程 回应了当儿里面 我也犯了一些的小错误 最后他离开了团队 离开了教会 回到他的老家 他的教会 后来他冷淡退后 不在服事 后来他因着一个的车祸 回了天洁 你知道吗 我为了这件事情 自责自己 我在想说 如果说当初我处理得好的话 他没有离开这个团队 他没有离开家会 他没有回到他的老家 他就不会遇到车祸 他就不会死 但是这个父母的见证 给我学会了一样东西 这辆车 的司机不是我 是我们的主 一切是由他来决定 若干年之后 我又非常活跃在青少女工作 当我们青少女工作 在起飞的当儿里面 突然间我身边有两个 听好全世界的同工 男生 非常优秀 这两个都是说思学位 投入在全时间 两年多过后 一个告诉我说 他要去加拿大念神学 另外一个告诉我说 他要回到家乡里面 继续深造 要拿他的博士学位 我痛着心 格爱 当然那时候 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 发生了这件事情里面 在下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对这件事情里面有疑问 后来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两个好兄弟 他们是我的好兄弟 但是他们不是我永远的同工 他们在服侍的半路当中里面 由于起初是因为这个师父的热忱 吸引了他们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那个热忱情绪熄灭了 而由于没有跟我这位的领袖 有相同的核心价值观 他们选择下车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到了今天 这两位弟兄 我跟他们还是brother 去到加拿大的这一位的弟兄 每一年至少我们有三次的 长途电话的沟通 一谈就谈了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 每一年的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都会拨长途电话 跟他们交通 另外一位去到家乡 求学的 正在念博士学位的 他要换另外一间大学 去工作的时候呢 他的求自信推荐人是我 我的意思说 有些人在你的生命的旅程 他很有可能只是 你的弟兄姐妹 他不一定是你的同工 但是话说过来 如果说你在教会里头里面 你已经做主内的弟兄姐妹 有一段时间了 你如何看到你的服饰的热忱 一直往前走 不能够停留在 神家里头的人的其中一个成员 你应当学习 把自己更加的尾声投入 在教会的施工当中 但是在那个施工里面 你必须要一直去学习 这个施工的核心 价值观是什么 当你怀疑的时候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你应当花时间去了解 为什么 当你越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你的热忱就越能持久 兄弟 同工 这一点我要解释 现在的弟兄姐妹 重复的跟我一起来说 兄弟 同工 第三个 精兵 保罗看 尾巴佛体 不单只是他的同工 兵却是跟他一同当兵的 请留意 如果说刚才那几节的内容背景 是说到什么 保罗他现在在罗马 被囚禁 有需要 所以 腓立比家会 打发了尾巴佛体 这一位受尊敬的领袖 把钱财带到罗马 去攻击 保罗所需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尾巴佛体 去到罗马的时候 灰面 保罗不久就冰倒了 并且冰得快要死了 但是由于神怜悯 尾巴佛体 他的性命保存下来 我的意思是说 同工很好 很好 但是如果说你在那个施奉 有五年有十年 你是否应当在夸前一步 成为这一间教会的精兵 到底当兵跟同工的分别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有自己个人的 意证 或者说利益 但是 如果说要看到这个热忱的态度 一直的延续下去的话 我想告诉大家说 你的议程将会受到考验 你个人的利益 那个利益不一定是钱财 可能是名望 可能是在你的权力范围底下的 那么一点点的权益 你愿意放下吗 你愿意好像以巴佛体 为了要服事攻击保罗的需要 就算是面对上市生命的危险 都全意 我想告诉大家 什么东西最容易使我们服事的热忱熄灭 听好我说的 尤其是先上的弟兄姐妹 舒适的环境 当你在一个施工 五年十年 everything is predictable 每一样东西都是可预测可预知的 除非你愿意当兵 除非你愿意去做一些 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除非你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除非你愿意去冒险 除非你愿意将自己的权力 地位放下 我想用这个见证来接受 可以给我一些音乐吗 一个keyboardist就够了 好 让我听起来比较有恩高一点点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你们有学到东西吗 有学到东西可以说Amen吗 这个疫情来到的时候 是在三页分突然间就领导 所有的教会都必须要关门 受到最大的考验 是小心的教会 停止聚会 停止风险 三月四月 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风险都滑落 感恩 过后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教会的风险就提升了 统计过来 教会的风险 平均滑落了到现在 15% 刚才我不是说吗 这个疫情的来到 是我个人服事 在教会的幕会的 一个成绩单的揭晓 你说牧师 15% 你觉得如何 你说牧师 教会不是看钱的 挺好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那个是其中一个衡量的标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的心充满着感恩 15% 是可以接受的 是值得感恩的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令我更感恩的 是我教会的时候的同工 他们愿意在疫情当中里面 他们自愿减薪 10% 你说 是否是教会没有钱 不是 是因为教会主内的弟兄姐妹 都面对冲击 有些人丢失了饭碗 有些公司的业绩 大大的滑落 当教会的掌持们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同工 响应这件事情 我替他们骄傲 我出来全时间服事已经有22年 那么我的教会 仍然还是在中小型教会 不算是非常的富裕 但是我有个心智 我很想去指导 我的教会 在原有的地方 来到今年已经是19年 已经来到一个青年期 如果说还不能够悲争 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发展的话 我想说这个是我自己教会 不健康的指标之一 但是要经费 今年的三月份 我已经决定 在我自己的教会 我不再拿薪水 是原因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的机构 一直在找我 一直跟我谈 后来我决定 我记得三月份 我在写信的时候 写信给教的理事的时候 我一面写 一面流泪 我在教会里面 拿薪 已经有足足22年 换句话说 这22年的时间 都是教会养我 后来我决定 六月份开始 我就在这个机构 Faith Comes by Hearing 开始上班 开始去学习 继续做神国的事情 昨天晚上 在回家的途中 我的大女儿 就跟我太太 在交通的时候 我的大女儿就问 他想说 为什么爸爸 都还有做教会的东西 在这个疫情当中里面 其实是没有停过的 一直都在县山里面 去牧养 查经班 主日崇拜 一定在自己的教会 我的女儿讲说 为什么爸爸 不在哪儿教的薪水 因为很简单 我想说是时候 我在自己的教会 舒适的环境里面 我想跳出来 当然我仍然还是 教会的主人牧师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 我个人 跟神之间 我个人 我的服饰 我跟神之间的尾声 但是今天早上 我想问大家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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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先生的弟兄姐妹 我想告诉大家 在神的同在里头 是没有距离的 就算是你是在看重播 神仍然可以透过 今天早上的话语 来提醒大家 弟兄姐妹 我想问大家 你还爱他吗 爱 不是一个情识 爱 是一个态度 好不好 我们花点时间 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的心 再一次地向神来对齐 准备我们的心 来唱这首 回应的诗歌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回应 今天早上 我们所听见的 神今天早上 要鼓励你 当疫情结束的 那一天 也就是你在 祂的面前 得着赏赐的时候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神起初所托福给你的 真理 或者是先生的弟兄姐妹 请听好 放弃的念头 曾经有过 怀疑也有时候 不理是放弃 怀疑 都是推你 去问你自己说 为什么你在这一间的教会 为什么你在这个服事 为什么你仍然要尾身 记得 如果说现在你是处于 在舒适的时候 你发现你跟主的关系 越来越圆 是神 再一次的提醒你 好让你在舒适的时候 要做一些的调整 什么调整 放下你舒适的环境 好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来依靠祂 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在神的怀里面 更多的时间在内心里面来向祂呼喊 这是主向你说的 举起双手 主啊我祝福 祝福你的话 祝福这边每一个尾身的同工领袖 圣灵 你来向中弟兄姐妹说话感动 好让你的灵来牵引他们 把对的人放在同工团队 放在私奉团队 那些是尾身同工的 做 给他们有座 精兵的心子 祝福他们 与他们同在 封 耶稣 基督的名字 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要谢谢黄牧师 为我们分享的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这个疫情打击了很多 弟兄姐妹 你的经济 你的工作 那是不是也打击了你对上帝的爱的心呢 弟兄姐妹 因着这个的打击来到 都在考验我们 爱主有多少 我们的爱 对主的爱 能不能够经历这个风暴呢 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也因着这个疫情的时候 现在我们开始实体 没有办法回来侍奉 弟兄姐妹 我们对主的爱 不要减少 我们对主的爱 要胜过这样的一个考验 Amen 然后我们都要继续地爱主 继续地侍奉他 不放弃 终然我们生活上面 可能面对比平常更大的一个考验 他说我们还是 仍然地跟随主 有姐妹 神会考验我们的 上帝会用这样的一个环境 来考验我们的信心 我们每一个在信心上面 都要得胜 Amen 这个时候 我特别地要对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说话 我现在邀请你 来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来接受耶稣 来相信他 他要赐福给你 他要带领你的生命 这个时候请你 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爱我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我相信你爱我 我相信你带领我 我相信你赐福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祝福在这里 每一位上帝所爱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祝福你们 愿圣灵每一天 把信心 把盼望 把喜乐 把平安 都要充满在你们的心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 愿你们每一天 都懂得跟主同行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的身体健康 愿主的圣灵 医治的大能 现在临到你们 在你们有病痛的地方 愿主耶稣的十字架 背负你们的病痛 愿圣灵那复活的大能 充满在那病痛的地方 再次地恢复 做医治的工作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 那个疾病死亡 要离开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的家 愿你的家有主的同在 也有主的爱的同在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荷牧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的工作 事业 生意 还有事奉 愿祂赐福给你的上帝 祂使你凡事 亨通和顺利 愿祂在你所面对的 挑战困难的里面 祂为你开出路 祂指引你的道路 祂也把能够帮助你的 各样的事物 各样的人 都带到你的面前 愿你在面对这困难 面对那一个的考验的时候 让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你在职场上面 经历祂 愿上帝成为 你在职场上面的牧者 奉旨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的财物 愿这位应许我们 祂供应我们 使我们一无所缺的神 愿祂使你一无所缺 愿祂祝福你的财物 并且你的财物要经历 祂满满的恩典 奉旨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 愿上帝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帝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上帝向你羊脸 赐给你平安 阿们 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